驻美代表萧美琴赴任一年 过去这段期间为了要强化台美关系升温 四处奔走 这回还在脸书上po出赵开Tiva会议的工作照 不少人也觉得他似乎也是蛮劳累的 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 口一哥赵宜响也说 萧美琴经常因为时差的关系要和台湾联系 所以他经常睡在办公室 对于任务使命必达 没有完成绝对不会放弃 满载者250万莫德纳疫苗的祸及起飞 驻美代表萧美琴跟住处同仁 挥挥手目送离开 为了这批疫苗萧美琴不敢大意 凌晨就到机场全程请盯 一整夜没睡留下这个最美背影的照片 黑发中夹杂着些许白头发 睽違五年的Tiva重启会谈 萧美琴为会议开场 串起台美间经贸交流 日夜奔波之下太操劳 枕头的牌法让网友很心疼 萧大使其实他会把国家的事情当自己的事情 他是一个非常自力会完成手上工作的人 他绝对在完成这工作之前不会放弃的 在驻美代表处跟萧美琴共事过的 政治组长口一哥赵宇祥近身观察 从断交后美方最高层级格远访台 到国务院放宽对台交往准则 他没关系这一年会快速升温 萧美琴真的是拿命在拼 就是使命必打 然后这24小时都很靠 我有时候其实早上去跟萧大使 报告事情的时候 都会看到说他昨天晚上其实没什么睡觉 那原因就是因为视察的关系 所以他需要跟台北沟通的事情 白发成了辛苦印记的 还有高雄市长陈奇曼 六月初原本头发乌黑 但随着疫情变化起伏 六月下旬开始长出白发 每天睡不到三小时 睡眠品质差才会一系白发 而指挥官陈时中不仅白发越来越多 还露出斑白的病角 神情略显疲惫 每天跟病毒交手 守护国人健康 铁人部长形象深植人心 记得圈圈圈台北报道